常年期 第十六周 星期三 撒种比喻的重点 公读圣马窦福音第十三章一到九节 那一天 耶稣从家里出来 坐在海边上 有许多群众即和他跟前 他值得上船坐下 群众都站在岸上 他就用比喻给他们讲了许多事 说 看 有个撒种的出去撒种 他撒种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 飞鸟来把他吃了 有的落在石头地里 那里没有多少土壤 因为所有的土壤不深即可发了芽 但太阳一出来就被晒焦了 又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 有的落在经济中 经济长起来 便把他们窒息了 有的落在好地里 就解了石 有解一百倍的 有解六十倍的 有解三十倍的 有耳听的 听吧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 大家好 在耶稣所讲的比喻当中 撒种的比喻可能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比喻了 我记得小的时候 老神父们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 讲的特别的详细 为什么熟悉这个比喻 是因为这个比喻非常容易懂 浅浅易懂 特别是身为农民的人 更懂这个 耶稣讲的这撒种的比喻 这几种情况 都是非常简单明了 不过我觉得 撒种的比喻 它最要重要的重点就在这里 就是简单 要告诉你不简单 容易 它要告诉你的不容易 那么这个简单不简单 容易又不容易 是整对的什么 整对的就是天主的道 或者也叫天国 或者叫听道的群众 或讲道的宗徒 也就是说天国的福音 再讲出去 不是那么简单的 看着简单 不简单 看着容易 不容易 就像这个撒种的比喻 所以耶稣讲的这个 撒种比喻的背景是 群众涌到耶稣跟前 要听耶稣讲道 所以这个比喻 肢体的对象 肢体的目的 整对的就是讲道 就是对这个如何讲道 怎样讲道 人对这个说的 那对象当然就是群众 或者就是讲道的宗徒们 那耶稣主要要告诉他们什么 这个比喻要告诉他们什么 我觉得就用这一句话 不容易 那首先为什么说是不容易 如果种过地的人 你就知道什么叫不容易 我们知道对于农民来说 播种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即便在现代化的今天 播种依然不容易 先不要说辛苦 就是因为播种 特别是在古代的时候 播种要看天 还要看土壤 还要看周围的环境 你的辛苦 不一定能产生真正的这个果实 所以耶稣把天果 把福音和撒种的比喻连在一起 就是让我们 去掉我们心中的那种 太过乐观的精神 也就是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看到一个种子 撒下去 知道它结果 它需要经历这么漫长的一个过程 要经历中间很多个变数 就是告诉你一件事 特别是对于那听到的 或者是讲到的 不要把福音 就好像当成参加社会的一些学习 好像我看一本书 掌握了一个技能 我学会了一个工作 马上我就可以做什么 马上就掌握了一个技巧等等 不是 天国不是这个 福音也不是这个 也就是说 它像什么 就像种子 它不容易 那么既然不容易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 第一个就是 对于天国的宗土 或者对于听到的群众 首先第一个 要有在天主的圣言面前 有一个心态 第一不可掉以轻心 这个掉以轻心的意思就是 我们不要太肤浅 我们不要把讲到 或者是听到 我们觉得太肤浅 特别是对于咱们 特别是我这一年多来 天天讲到 我们很多教友都养成了 这个每天听到的习惯 的确很多朋友都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说神父你的讲道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益处 给我们带来的帮助很大 我们太喜欢了 有的叫说神父你讲得太好了等等 给了我这么多的这个鼓励 或者是赞美的话语 但是我要说的是 我讲一篇道理虽然再累 但是也是比较简单的 你们听道理 最多15分钟也就听完了 听和讲都比较容易 但是这个道 要它真正的在我们身上 化成我们的血液 在我们身上解除果实 那就不容易了 所以很简单 我觉得今天耶稣的比喻 特别是对于咱们每天都在听道里的 教友们 朋友们 我们特别应该把今天的比喻 好好多默想默想 也就是说 耶稣用的这个比喻 很明显 直接的对象 就是对我们听到的朋友们 也是对我自己说的 就是说 天主的圣言 不是光说出去 或者听到耳朵的 就那么简单 它需要什么 像种子一样 要发芽 要生根 要开花 要结果 要经历这么多的过程 所以不容易 那所以说 我们不能 亲父的心态 不要认为掉以轻心 就是太过简单 简单小事 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是这样的 我每次讲道理 很少有一天晚上 我的道理 是不费劲的 每天都是耗尽 可以说耗尽心血 有的时候 我都全身战斗 特别是有的时候 准备了好几个小时 一个字都没有出来 我不知道讲什么 凌晨的时间快到了 我每天 我规定的是 差不多了 让早晨六点钟 起床的平信徒 都能听到这个道理 所以对我来说 的确很费劲 有时候天主 让我体会到那种 我的讲道 只有在汗水中 在辛苦中 也可以说在心血中 我才能讲出好的道理 我常常对一些朋友们 分享我个人的经验 我说 我觉得我的道理 最好的时候 就是我最累的时候 特别有很多时候 我都熬到深夜 甚至一两点钟 我觉得我在那个 特别熬得厉害的时候 特别有的时候 我感觉到自己 已经力不从心 无法胜任 但是天主就在那 瞬间 让我一篇道理 很好的一篇道理 让我自己都感动的道理 讲了出来 但是这个瞬间的前面 有汗水 一定有 所以我说的是 如果一个讲道者 你不要把说天主圣神 给灵感 什么都来了 天主圣神一充满 都来了 是的 天主圣神 充满是来了 但是天主圣神 充满 王满前面 需要有汗水 需要让我们真正的默想 反复的思索 作为一个讲道者来说 我觉得对一个讲道者来说 如果他没有精心准备 没有好好去默想 是很难讲好一篇 好的道理的 有的时候 的确有了灵感 来了一篇好道理 但是前面一定得有好好的准备 我不否定 偶尔有一次 比如说很多时候 我登台讲道 没有做好特别的准备 一上台 讲了一篇道理特好 有的时候精心准备了 讲的不一定好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就需要看这个比喻的后面 就是好和不好 不能管看 那当时那个那一刻 因为还要看他后面的收获 就是后面的一百倍 六十倍和三十倍 不是光建立在我们听道里 讲道里 哪个瞬间的感动和激情上 他建立在讲道者的付出 或者是听道者里的那种 努力和辛苦 他在也就是说 人的汗水 因为天主要的果实是 我们人要和天主合作 就像耶稣让宗徒们 在海里打鱼 让他们到深海里去打鱼上来 然后耶稣给他们准备吃 耶稣说你们打的鱼拿上来 耶稣把他们的鱼拿过来 还有耶稣给他们准备的 让他们去吃 我觉得天主圣神 就是告诉我们 耶稣要比喻这个 告诉我们一点就是 我们不要认为说 天主的恩宠以来 什么都简单了 什么都不需要付出了 我可以这样说 天主的恩宠 不但不让我们说 掉以轻心 反而更让我们去 努力的回应天主的恩宠 所以这是我说的 因为不容易 所以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也就是说 不要太肤浅的态度 也不要太过乐观 乐观跟掉以轻心差不多 就是太乐观了 就是说 为什么说不能太乐观 因为根据撒种的比喻 我们知道 种子撒下去 不一定都能长出果实来 有的种子可能真的 白撒了 窒息了 有的长不出果实来 有的说你的讲道 费了半天劲 人家可能 不愿意听 实际上我非常感谢天主 这一两年来 我的讲道 或许天主知道我的信心不够 所以有那么多的赞美声和掌声 在鼓励着我 我不知道以后怎么样 我的意思是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天主知道我们软弱 所以他才用 外在的 这个 告诉 外在的 这个表面的效果 来激励我们 但是我们不可以 因为这样 而太过乐观 也就是说 我们不要觉得说 你听到了 就给你参加 社会上的某些 课程的学习一样 有些课程 好像一参加学习 马上 立竿见影 就有效果 福音往往不是这样的 它像种子一样 它甚至会被窒息 会 什么 所以 第三我觉得 就是要有冒险和赌的精神 一个福音 就是信的 而信的本身 就具有冒险和赌的精神 你种子撒下去 可能是白撒 你的付出是白付出 你的汗水是白流汗 就好像有的神父 到一个地方传教 他的付出和努力 不一定都能产生效果 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有的 就是说 我们不要报道说 一定得有什么效果 那不一定 因为结果在天主手中 我自管努力 天主让不让结果实 那是天主的事 我做了 该做的就行了 那是不是说 我付出了 一定得有果实 就像前两天 我们要听的 就是让天主 必须要求天主 显一个征兆一样 我们在天主面前 千万不要狂妄自大 结不结果实 在于天主 我们没有任何权利 也不敢狂妄的 向天主要求说 你一定得给我果实 我记得给大家分享过 就像一个小孩 他分享他的一个祈祷经验 他说 当我祈祷的时候 如果天主不给我 我就用玫瑰精砸他 一切把他的门砸开 他或许表达的是一种信心的精神 但这种精神 如果讲的太过分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在天主 下了这些赌注 就一定会有什么效果 没有绝对的 所以讲道者一定要记住 讲道者或者听道者 我们的努力不一定马上产生效果 也不一定真正的产生效果 效果在天主手中 所以我们自管冒险 这个冒险是信心的冒险 所以要有信心 还有最重要的是 要有耐心 耐心也叫慈悲的心 我们知道整个人类 如果不是天主的慈悲 我们早就灭亡了 有的时候我就想 我当神父这么二十多年了 我回头一看 自己可以说 身体的重量重了 胖了 三高了 可是就是德性不高 所以说 有时候回头一看 我就发现了 当我看到自己这个样子 就看到天主对我的慈悲和耐心 那耐心也叫什么 希望 所以撒种的比喻 最重要的 最后还有一个给个 就是在这种不容易中 要怀着希望 就像一个撒种的农夫 他怀着希望 他知道种子不一定长出果实来 但是他总是怀着希望 哪怕是解三十倍 哪怕是解六十倍 不能解一百倍 他也怀着希望 撒下种子去 哪怕知道今年可能不一定风挑雨顺 他都年年撒种 这就是怀着希望去撒种 愿安今天这个撒种的比喻 给我们每个人带来